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 24年 1月8日 今天是星期一 香港的一套 港產片其實是合拍片來的 因為現在 你只在香港市場也不夠了 號稱斥資3億5千萬炮製的金手指 當然是整個以佳麟 陳重青為原型 講述一個窮光彈 怎樣 就是 刀手指 刀到變成100億身家 實際上當時 佳麟沒有那麼多身家 不過 他們控制的資產就是過百億 在1980年代 100億是甚麼數字 有錢過李嘉誠 這一節想跟大家 講一講 我認知的陳重青 跟電影沒有甚麼關係 因為我還沒看電影 好了 你想一下 在80年代 我想跟大家講幾件事 陳重青是最為人尊重樂道的 除了他有開旅遊公司 也有用的士 開的士車隊 每個人都穿了制服 買賓士來做的士 當時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搶頭 然後 成棟金門大廈買下來 金門大廈 即是現在的美國銀行中心 當時金門大廈是置地買出來的 他用10億 成棟置地 吞了下來 好了 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 不是遇到中英談判 其實佳寧有可能過倒骨 是不是 如果被他過倒骨 這樣 他真的有機會成為 香港首富 好了 為什麼呢 主要就是因為79年的事情 1979年 當時 陳重青 買了 香港的上市公司美漢 之後改名佳寧置業 當時用10億的天價 幫置地 成棟的 金門大廈買了下來 全香港人都趨之若我 貼到佳寧就發達了 當時 大家都對他的資金來源覺得很神秘 有人傳他有蘇聯 的銀行背景 蘇聯當時哪有錢啊 也有人傳他 或者是沙路穴 一個做木材的大財團 有借錢給他 或者他背後的資金 是來自 一些 東南亞獨裁 的領袖 包括 印尼的蘇哈圖有傳過 也有傳過 馬可思 馬可思 實際上在香港有很多的錢 1980年 我有個朋友就是幫馬可思 每日 由新加坡匯500萬美金來香港的人 1980年 每日500萬美金 一個月多少錢啊 一個月又就是 一億五美金啊 你想想是幾大塊錢來的 天天匯 1980年 佳寧就賣出成棟金門大廈 只賺6億8千萬 其實是10億買回來 就說6億8千萬 其實呢 他當時接手的那個叫做林秀峰 林秀峰當然是跟他 其實是帶著大家的partner來的 左手交右手 後來林秀峰跟他也是因為15億的古董 打了很多年官司 兩個就反目成仇 由這個拍檔就變成仇人 一家公司 1980年 整棟大廈買回來10億 賣走6億8千萬 賺了6億多 所以他的股票當然是大炒 他的空殼公司 股價有6元 升到15.4元 只用了9個月時間 就升了156% 當然啦 他主要是透過下面的公司 左手交右手 沒有高攏 低炒股的股價 佳寧其實到了後期 因為我們 很久之前有朋友在佳寧 他說 老闆做到最後不出糧 出股票 給佳寧的股票 就當人工到出糧 出糧 這個是佳寧內部的人才知道的 當然外面可能也有人知道 直至 中英談判開始 出事了 香港地產大跌 股市也大跌 他的另一個partner 叫做中正文 中正文 即是怡華益生那邊 香港一個老牌的發展商 他是億大集團 他們多初拍著中正文合作的 中正文 即是現在的 中培生 好像是縮工 當佳寧出事的時候 中正文就走了 消失了 最終 債權人 告上法院 張佳寧清盤 陳松青在 83年的10月被捕 我們看看時間線 其實李嘉誠也是在這個時間開始發達的 不知道是互為表裂 還是互相互相影響互動 79年的9月 李嘉誠 宣布 長江事業向匯豐銀行買入英資第二大銀行 市值是60億港幣的和記旺報 是22.4%股權 之後逐步增持 去到80年底 升到41.7% 而李嘉誠成功控制和記旺報 當時的長和就是富可敵國了 當時 我們看到 李嘉誠 在80年代 就在1979和80年這個年代 其實 就正是陳松青大展權的時候 匯豐會不會是因為基於相同的原因 沒有出過陳松青的地產做地產大坑 他們決定支持李嘉誠 因為他們看到李嘉誠 過往的表現 十分看好李嘉誠 有了匯豐的支持 李嘉誠 新家就暴漲了 大家的時間線是很接近的 會不會是因為 匯豐銀行看到 街鄰這樣爆發 我支持一個 我支持一個 讓他先暴發 因為當時匯豐 英資要賣了手上的東西 要撤出香港 因為知道接下來中英談判 因為他知道 匯豐 八二年談判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要撤出殖民地之前 還有15年期限 他們就要 搞聲搞錯 我還可不可以繼續經營 他們那個 經營模式 是幾十年的長遠的 我提示15年 我要確定這件事 我確定沒有 不確定的因素 如果香港我們繼續經營的 我們英資就不走 如果我們香港不經營的 英資就要賣東西 結果 他們其實也覺得可能會賣 香港可能也會被中國拿回 所以 當時的英資就大量賣出很多資產 那麼和記黃報呢 其實李嘉誠買和記黃報 當然不是想做碼頭 他就是看中和記黃報 拿著那些地皮 這裏就可以發達了 結果 被他成功發達了 我們看看 如果中英談判 當然 你以李嘉誠那種眼光 跟陳重青是不同的 因為陳重青真的是一個老千 買一幢大廈回來 其實是自摸的 不過他 十分之厲害 他當時跟香港最大的財團 對賭 賭了之後那個樓市升上去 亦可能是基於置地收到資料 中英談判 因為當時 沒有人知道 在1979年的時候 絕對沒有人知道會有中英談判 這回事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 英資 會在1979年將成功 金門大廈賣給他 這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我想說的比較 跟現在電影 電影的未看 我也沒得評論 我只是想大家作一個比較 如果過到那關 或者 陳重青 在那個時間 遲些才展開他那個蛇吞杖 大規模的收購 可能他 有機會是 比李嘉誠更厲害 為什麼 雖然他 匯豐是支持李嘉誠 但是 以陳重青的那種性格 他夠膽 他夠膽 瘋狂地掃貨 如果你避過了 當時的中英談判之後 在最低潮入貨 就發達了 不過這個世界就是沒有如果的 往往就是因為 你是最瘋的時候 在最瘋之前 別人借大錢給你 那麼你就在最高峰入貨 就債台高速 到了市場下 手上 外面周圍都是便宜貨 你沒有錢是買的 我們再看看 當時的陳重青 當然是十分之 很厲害 每個人都說起街令 哇 不得了 陳重青 他的風頭 是跟李嘉誠有得比的 另外還有一個 很有名的人 叫做 詹培宗 詹培宗是街令的御用莊家 也是他的一個partner 在金融圈的 叱測風雲 有一間酒樓叫做 街令娜 街令娜當時是他們經常打等的地方 街令娜當時的總部 在現在的保險中心 在灣仔的告示打到 對著新鴻基中心那裏有一棟東西 那裏應該就是街令的總部 他下面自己開了一間餐廳 街令娜娜 吃潮州菜的 後來街令 爆煲之後 這個 潮州老漢 尖培宗 買了這些股份 自己做老闆 繼續用街令娜的名字 他不怕避嫌 我跟街令娜的朋友說 我們跟街令娜拍檔 他當然是負責股票的部分 也沒有股弄低 他當然有份 最終 他經營了一段時間才賣股份出來 也算長程 街令娜 真的是一個傳奇 我亦想起另一個 跟他有相 很接近的背景 那個 就是秦錦超 大家其實都是銀行借錢回來的 不過他就 描繪到自己有一個很神秘的背景 後面有一個大水喉 有用不完的錢 實際上 他跟街令是沒有得比的 因為 街令 在1979年、1980年這些時間裏面 總共在愚民財務 借了60億 當時60億 就是整個馬來西亞財政儲備的三分之一了 你想想多誇張 肯定是牽涉了大量的貪污 因為馬來西亞 這個愚民財務實際上是土著金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抗衡華人的影響力 所以他們成立了一間 愚民財務 應該當地叫做愚民銀行 主要是借錢給那些馬來人 做生意 要抗衡華人 你們是不聰明的嘛 我們這些馬來人沒有聰明的嘛 大力打壓這些華人 當時他們做生意 總之馬來人買得好 去銀行容易借錢 愚民財務也借給你 到了 香港 1977年 他就過來成立一間愚民財務 借錢給香港 賺錢給香港 賺到外匯 結果 當然是 賄賂 當然是有高層賄賂啦 你猜 香港一個行長 香港一個高層 可以批准60億貸款嗎 那裏是整個馬來人儲備的三分之一 為甚麼都搬到香港 當然是中間有人貪戶啦 賄賂當然是賄賂上面那個啦 馬來人 坦白說也是貪戶的 很容易賄賂的 你肯付錢就賄賂到了 而陳重青本身也是馬來人 他也心知你馬來人 只要用錢就搞得了 所以 他就 借了幾十億在香港 不斷收購 不斷爆炒到很大 炒作 所以 這個階令是很誇張的 到了90年代 冒起的陳秦錦超 亦都是 不斷地想訴訟給別人聽 我有大把錢 我有無窮無盡的錢 不斷當時炒什麼呢 炒陽明山莊 炒帝景園 炒狼琴園 炒洪山半島 主要是炒這四個屋苑 當時這些都是名牌屋苑來的嘛 洪山是炒屋仔 不多的 主要是炒狼琴園 新鴻基樓 這個 楊明山莊不是新鴻基樓 楊明山莊是台灣人 然後就炒帝景園 最出名 2萬元赤買帝景園 然後 人家稍後租回15萬元 跟他租回多少錢 3厘回報都沒有 當時他說我們收租的 我們這些東西都不賣 結果爆煲之後被人揭發了 原來 是新華銀行借給他 總統借了42億 在新華銀行借錢回來買樓 當時借錢利息很高的 起碼是4、5、5、6厘的 收過3厘做 一定會死啦 結果 樓市爆煲 全部人 全都撞了 這個其實也是 大規模的大動作 通常都是市好的時候 最顛峰的時候 像是波叔的兒子 市好就衝出去 到時你不見大臨市有人出來買東西 就是這個意思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裏 接下來可能會再跟大家說一下裏面不同的內容 這一節暫時 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部曲 這一節 是Patreon獨家的 還有會員 我們希望先讓Patreon和會員的朋友聽到 稍後才會放出來 給大家公眾的 欣賞 謝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 Vpn Surfshark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在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有一個人的確認 我可以用來看 我可以用來看 你可靠 你可靠